你们要听歌什么 我怕我唱完之后 把所有的人都吓跑了 有没有人听过爱我好吗 说一则秘密啊 我在剧里跟梁又年那一声狗叫 是我自己叫的 不是配音啊 还有脸笑我心动的时候疯啊 很快就和学姐的家长见面了 而且第一次见面不是特别愉快 没有留下好的印象 今天的剧情应该挺精彩的 大家等着看吧 我想采访一下群里的平均年龄 在多少岁啊 你们都多大方龄 刚才我看有一个宝宝问那个 说王一超给就是梁又年和下面造成了很多误会 然后问我怎么看呢 是吧 我现在来回答你一下 就是因为有了大超学长的这些误会 让他们就是感情越来越好 就表面上看着是误会 其实是爱情的催化剂 就如果特别轻易的就是在一起的话 就也不会爱的那么深刻 就是要遇到一些挫折 他们才会更加的珍惜彼此和对方 你们都是小屁孩不懂 大超学长这个角色跟我自己私下很像啊 基本就是另一个世界上另一个存在的我 然后第二题 晚上回饭店会经常一起打电动吗 对啊会啊 我们现在有的时候还会 然后刚才有问最近联系的 就是我们林海拓两个年我们有一个群 然后在里有最近就是分剧组联系 就是这样 然后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戏 今天晚上播会告诉你 学长对学姐要怎么理解啊 我觉得王一超也是够笨的 要是早唱歌的话 唱这个 说不定就把他的心唱话了 对不对 面对方小月这样的冰美人 真的是 还是需要一些温暖 让他融化 我们几个见到的第一天呢 就约好了 晚上一起健身练腹肌 然后呢第一天真的就是如约而至 我们就全部都在健身房 就是很认真的练 然后之后就在健身房没有再碰过面 我也不知道他们去没去过 然后之后再约的话 就是靠串 大超学长是经济头脑特别好 然后就是很多就是赚钱的鬼点子 但是他其实也很重情意啊 他拿来一些赚的这些钱都帮那个林开拓了 你们这问题太多了 你们这问题太多了 我还是唱歌吧 都在歌词里 谢谢 多可惜 能不能让我在这里打个广告 毕竟这么多人 我的新专辑星现在已经发布了 大家可以在网上听一听 如果想现场见大超学长了呢 我现在马上就要办签唱会了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到现场 然后带着我的音乐作品 然后跟我聊一聊角色呀 然后你们想问的也可以现场问我 然后也可以听听我的歌 然后一起 我们也算是网友见面 我会在 我时间我现在公布一下啊 大家做好小笔记啊 11月30号浙江嘉兴 12月14号上海签唱会 12月22号深圳签唱会 然后还会有西安和天津 但日期还没有确定 大家不要着急 现在是福利环节 我现在说一个我们群里的暗号 然后大家记住这个暗号 到签唱会见面的时候 说出这个暗号 可以多回答你们一个问题 这个问号 这个暗号你们要记好了 暗号是 呼里叨叨 吉利咕噜 七七七 呼噜呼噜圆咕噜 记住了吗 现场跟我说这个暗号 我们就对 就像芝麻开门一样 然后就可以问这个问题 相当于是这个 三千零三十三个人的 一个会员的一个卡号 就是这个 我没有逗你们 再说一次 乌里叨叨 吉利咕噜 七七七 呼噜呼噜圆咕噜 好了 我去吃饭了 然后那个 大家今天晚上好好看剧吧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出了那件小事 你们已经够知识的了 能在这个群里的 已经是很知识了 所以就很感谢大家 然后关注这部剧 然后这部剧 然后关注我们每一位主演 然后大家都很用心 然后整个剧组相处的 都特别融洽 然后谢谢这个 我们都是有缘人 能聚到这 特别感谢 然后最后给大家唱一首星 然后祝你们睡个好觉 慢安 我的未来 我的未来 我的约定 这个也是你 好的坏的 我都坚持到底 到头发失去了黑色 甚至我失去了呼吸 你 你愿是夜空中 属于你的信息 晚安 嗯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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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